封城 一个优雅而浪漫的名字 更具备了北台湾最古老文化城市 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座科学园区的所在地 新竹市给人的印象 就是文化与科技鲜明强烈的对比 一个城市主要是让市民 在这里能够安身立命 能够有工作养小孩子 养父母亲 然后在这里假日的时候 出去有很好的风景区可以去走动 然后万一有病痛的时候 有很好的医院来治疗 生的小孩子可以让他从小学读到博士 都有很好的教育设施 所以我想新竹市变成是 民众生活觉得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舒适的一个都会的花园城市 新竹市向来拥有封城的雅浩 这是由于新竹的冲击平原呈现一个开场的打发状 当东北西南寄风吹过这里 风势受到地形影响而增强 客亚西 头前西 与沿水港西 等三条主要学系 河川水量 特性输役 加上十八尖山 与十七公里海岸线 共同架构出新竹市极为丰富的自然与生态景观 旧名竹倩的新竹市 三百年前 闽南人已肯到今天的东前街一带 五十年后 客家人也来到此地 便手之足开墾山林 而后更有外省人与新住民的遗入 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与生活 新竹市建成时间 可追溯到一百八十年前 如今已重现风华的东门城与护城河 就是当年满清政府基于防御需求兴建的 以此推算 新竹市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 走在古仆典雅的火车站前区 巴洛克市的古老建筑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列为省级古迹后 如今已整修完成 以老火车头新广场区 怀旧铁道区 站前广场区 及水景区城县市人面前 再往东门城走 从护城河 影像博物馆 市政府 北门街 中央路 都城隍庙 长河宫 到正式家庙 仿佛走入新竹市历史发展的长廊 新竹市拥有多座历史悠久的寺庙 其中 新竹市都城隍庙 创建于1748年 香火鼎盛 有新竹城隍爷 北岗妈祖婆的称谕 是全台位阶最高的都城隍庙 光绪皇帝班司的金门宝障匾额 已成为该庙重要文物之一 都城隍庙的建筑规模宏大 本体采三殿式 格局方正 各部分的木植雕饰均讲究 门前的石狮与龙柱 雕工细致生动 而大门上方的八卦早景 为泉州惠安木匠大师的作品 皆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新竹市现存古老的庙宇之一的竹莲寺 建庙可追溯至乾隆四十八年 而当时城门外户城河畔 竹木茂盛 顾名为竹莲寺 又因供奉观音菩萨 所以也称观音亭 建筑精致典雅 一墙一瓦古意盎然 寺内也悬挂有多幅古贬 以科学园区旁的金山寺 为信仰中心的金山面社区 呈现多样的经济结构 及族群关系 更反映出新竹市具备 多元族群融合的历史文化特质 新竹市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文化古城 其传统产业的发展 自然渊远流长 从米粉、贡丸等小吃 以及逐渐转型走向精致化 成为附加价值高的玻璃工艺 或是随庙宇祭祀文化 而发展出的灯笼制作 都是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